1月17日,新西兰南岛第一大城市克莱斯特撤旗为停靠在该市里特尔顿港的中国极地科考船雪龙号举行欢迎仪式。 仪式结束后,参加仪式的嘉宾和当地民众登上雪龙号参观,走进雪龙号实验室展厅、船员宿舍及驾驶舱,近距离接触雪龙号。 雪龙号是当地时间16日18时,北京时间16日13时进入里特尔顿港的。 这是雪龙号第6次来到里特尔顿港停靠补给。 克莱斯特撤旗市长利安·达尔齐尔说,克莱斯特撤旗作为全球通往南极的五大主要城市,是新西兰及国际南极科考项目的重要物流中心,与南极之间的联系对于城市来说极为重要。